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2月10日 新版欧超将增设更多席位 据国家报消息 新的欧超方案计划60-80对参加 每对踢至少14场比赛 据称 主办方目前纠正了出版方案中最具争议的部分 目前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以体育成绩为第一选拔标准的比赛 主办方已经与50多只欧洲球队进行了接触 他们表示自己正在致力于创建一个开放的 不存在永久成员的新比赛 除了联系实力出众的主流联赛禁旅 主办方还联系了一些正在征战欧洲联 但是有着辉煌历史的球会 新欧超方案保证 每支参赛球队都可以至少T14场比赛 比赛场次远多于现在的欧冠联赛事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乔征 先��는 Fitz 比赛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高 businessfolk 是个赛科赛 都退쳤了 我去询 Enlight 至少 broke